英律无情 第12合集 2018年7月妙音护生图书馆英刊 上官玉花原著第107页 第二度县城厅审亲眼见到古书中所说的赏赏法恩二思 阿宇最近一直都在参观邪淫地狱 邪淫地狱是整个地狱当中占地面积最大 最广的一个地狱 可见邪淫是目前人间一个极大 极为严重的问题 具有大智慧的佛早在很多经典上一言详细交代过此种问题 而且还很详细地告知我们 将如何彻底解决这个与生俱来 缠绕我们的根本执着 我们大家应该多多研究经典 知道淫乱是从何处来及如何去解决 至于经典有太多 无法一时进举例如 佛说法密进经所说 无有道德 淫义拙乱 男女不别 节欲禁骨日欲转短 人命转足四时投白 男子淫义 精进妖命 或受陆时 男子瘦短 女人瘦长 七十九十或之百岁 佛说四十二章经说 欲生欲辱欲异 以思想生 二心歌寂静 飞色亦飞行 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 辽义诸菩萨万行少龙眼睛 佛说得更清楚了 入诸世界 又到众生其心不饮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汝修三昧本出尘老 阴心不出尘 不可出 宋有多智产定现前 如不断银必落魔道 佛在经典中 哭口婆心地告知大众 淫乱乃来自于自身的意念颠倒响 亦以思想生人人 具有此 流转生死之种子 佛教我们必是银机 身心巨断 佛经上说 我造不善业 犹如胶目主 今世不庄严 他是亦如事 世内不庄严 在外亦如事 恶因造恶业 因之入恶道 后世受苦痛 不知住何处 诸天息闻我 悲泣提哭伤 无有救护者 必入于地狱 希望所有 有缘见到此文章的大众 都能具足正心正念 修行正法 离苦得乐 感恩佛力加持 呈白莲花出发 阿玉向判官何时做礼 判官严肃地说 今天审判大厅 来了两个男女罪灵 要受审 男的是拉皮条 女的是宝女 阿玉说 好啊 谢谢判官安排 让阿玉去棚听啊 到了 地狙听到很重的 开探声音 啊 见到地狱府 第七殿的太山王 很生气 愤怒的样子 他几乎要离座了 站起来神轻向下 向罪灵大声喝道 大胆罪灵 魂归地狱府 还抢此夺礼 和问你情无怨 实色性 也解决人生苦恼 简直一派胡言 你们夫妇 本在人间 为小坑之家 生活安稳度过 然有正当职业不做 却为了金钱 招揽欺骗无知的少女妇女 要她们从事卖淫的职业 此罪之一 还设计欺骗她们 令她们堕入你俩的圈套中 继而从中剥削她们的血肉钱 此罪之二 你们故意令少女妇女吸毒 毒钱喝酒抽烟 欠下大量的债务 借此来控制她们 令她们无法离开卖淫职业 此罪之三 当她们不幸怀孕 你们故意安排她们落胎 伤害无辜性命 此罪之四 这些伤天害理行为 实乃极度可耻 在泰山王旁边 有两位地狱府的高级官员 一位是赏扇丝 我见到她身穿紫黑色长袍 面容平和 略带一点点微笑 在地狱来说 能见到这种面容 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阿玉所见地狱府的所有官员 样子都是很严肃吓人 及十分凶恶的 另一位是法厄寺 她身穿墨绿色长袍 样子极恶怒 眼睛发出暗白色的幽光 让她看一眼都浑身不舒服 两位司长的帽子款式都一样 而帽子跟衣服同样搭配一样的颜色 这时听到泰山王的声音说 城上法厄部 立即宣读 此时见到法厄寺 拿出来的记录本子了 真的是很长的一本文部 法厄司也非常严厉的样 在开始宣读这两个罪灵所犯的一切 实在是恶贯满盈 我解说一部分出来给大家溜解吧 这两个罪灵 生前为了控制住一些美少女 作为自己的生财的工具 令她们不断都胎很多子 亦染上不良的嗜好 后来有部分给一些和她们 有缘分的男性去回家 做太太或做二访 可是有一些因为无法生育的问题 导致家庭破裂 有一部分就因为曾经吸毒极堕胎 导致身体出现了某些终身性的后遗症 例如慢性妇科病中枢神经错乱 及手脚麻痹等等 其中有个就因为精神错乱 被丈夫抛弃 之后又被家人遗弃 流落街头 实在是太多种种 不堪入耳的事件了 太山王说 争鸣嘹牙 两鬼拆听令 立即将他们压下去 压去烟花翻滚地狱 先受十万年的刑罚 看看心性是否有悔意 之后再行决断 此时两罪灵 脚都在发抖的厉害 身体在不断地打战 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判官说 像这种罪灵 一般都会在地狱受刑 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要等到他们曾经伤害过的所有众生 完全脱离 因为他们俩 教宿吸毒 堕胎等等导致的 所有后遗症 全部消失后 才有可能离开大地狱 阿语说 请问判官如果有些行为 在人的思想上 影响及毒害比较深远 可能要好几世 才能彻底痊愈 那也就是要等好几世了吧 判官说 对 每个人受伤害后 复原的时间不同 有长有短 时间当然越短越好 但有的灵 执着性比较强 一个问题 王猛都要用上 一千年才得以解决 因为有些灵 它可以一直停留在某个空间 不肯离去 原因就是执着 曾经过去有个年轻的妓女 这个妓女 因有几分姿色 幸亏也没有染上 特别的不良嗜好 只是学会抽烟集喝酒 其实 这个妓女本身 并不喜欢抽烟集喝酒 而是为了工作 需要而学会的 妓女 是在拉皮条 及保姆的教授安排下 竟然一年半 就剁了六次胎 后来 妓女被一位 与她有缘的商人 去回家做太太 商人不知妓女 这么年轻 就斗过六次胎 婚后 妓女因堕胎的后遗症 导致终身无法生育 极有妇科病 于是不久 那商人 又另举新婚 传宗戒怠 妓女因无法生育 被遗弃 而心有不甘 手中灵体 一直停留在轨道 待了一千年 一直遇到有缘的正法 才离开轨道 判官说 这只是大概的说说 给你知道 因为每个罪灵 来到地狱受刑罚 都会涉及到一些 被那罪灵伤害到的 其他灵体的问题 基本上 要等那罪灵伤害到的 每个众生 无论他们在 六道中的哪一道 都先要脱离痛苦后 那罪灵 方可离开地狱 至于刚才这两个罪灵 具体要多长时间 在地狱中受罪保 目前还无法定论 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判官说 好了 今天到此为止 先回去吧 阿语说 好的 判官 阿语何时拜别判官 感恩判官 承白莲花回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